反派年年有,今年特别多,每年都有新剧也都有好剧和坏剧,唯有不同的是今年反派,相对于可往年的更加招人喜欢,时间非是2018年,已经过去一大半还要多,今年上映的新剧也是非常的多,大剧更是不少, 就单单说这个暑期大的影视作品,就多得让人应接不暇,反派就是一片绿意,无时无刻不在衬托着主角,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电视剧,只要是一部完整的作品,反派都是不可或缺的,而反派在每部作品之中,也都是相当一致,都是一些坏事做尽,无论不做且无时无刻不在与主角们作对的人,正因为这种设定他们,经常都是观众们憎恨的对象, 甚至有些演员将角色表演得太深刻太真实了,导致很多观众都将剧中的情绪带到现实中来,给那么些扮演反派的演员带去了很多伤害,然而并非所有的反派都是那么的招人贤,有些反派还是挺让人喜欢的,比如电影男儿本色钟无精饰演的大反派天养生,就让人挺喜欢的,是一个怎么也让人恨不起来的反派, 又比如王刚饰演的和珅也是如此,可爱都无法让人滋生一丝恨意,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反派,都是那种让人合之入骨的,今天就来盘点下2018年,也就是今年最招人喜欢的几位反派, 第一位香蜜沉沉紧如霜中的论语,作为剧中男二号的他和男主争抢,女主的戏码看了人很是着迷,虽然在大多人的观念中,就是支持男主和女主在一起,但在这部剧中男二强女主,却让人不由自主地支持他,剧中罗云西的论语,一开始是一个与事无争业神,但最终却因为爱和情形,而走上腹黑之路,虽然剧中他坏事也做了不少,但却始终让人恨不起来, 烦得喜欢上了他,第二位沿喜攻略中的高贵妃,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可灵的主,作为剧里其中一个反派没有主角光环的他,在剧中他时时刻刻在盘算,然而你却屡战屡败,虽然自己很坚持也很顽强,但还是没能逃掉早早领和范的命运,第三位远大前程中的张万林,该剧的阵容可以说相当庞大,都是些老戏古实力派演员,其中剧里由刘义军饰演的反派张万林就由为出色, 剧中的他是永心公司二老板,为人阴恨,一副争名般的表情没有带一丝温情,即使是笑也是笑里藏导,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反派人物,却让人怎么也不讨厌,反倒让人越看越喜欢,第四位扶摇中的国公齐震,还是由刘义军扮演,可以说这个反派角色,也是各可灵的主,没有作王的命 却偏偏偏藏着一颗作王的心,剧中他是第一个章节中的大反派,一个人和众多主角斗志斗勇,可以说刘义军饰演的齐震,撑起了这段戏的半边天了,关注的更是远超男女主角团,剧中的齐震一次又一次的谋划,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,然而你失败不可怕,可怕的是他身边的四大间谍团,明确点说齐震 好比像与四面楚歌啊,观众看着齐震一次又一次的被主角团,欺负纷纷表示心疼,当时更是有人发帖,要为国公众筹一个王位,可以说光芒远程中主角,然而天命难尾,齐震终究还是管不敌众败下阵来